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如這個圖 A的重量是2Lv 那B的重量是W 忽略滑繩的轉動及摩擦力 是禁止釋放兩步 A所說的精力大小多少 他問A所說的精力 那A所說的精力就是重力加上繩子張力 我們把他的焦度先算出來 焦度算出來怎麼算好 我先把對象定在這裡 這個物體塑到2Lv 減掉這個T 這個物體塑到T 這個等於mA 等於mA m的話就是2W除以Z A 這個就是張力比較大 T減掉Lv 等於mA 就是Z分之Lv 這B的質量要乘以A 好 那我把A算出來 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T消掉 就是Lv 等於多少呢 Z分之3 LvA 好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W消掉 那A等於多少呢 3ZG 好 那他現在問說A所說的靜力 靜力就是包括重力跟張力 就等於mA 靜力就F F就是等於mA A 那我們曉得mA是等多少 是等於G分之2Lv 2A A現在是3G 所以這等於3Lv 所以答案是3Lv 答案選B 3Lv 3Lv 嗯 1 上 1 8 7 4 2 1 2